另外有一个妙色生如来 他是变化无穷 他把这个妙色生就是说 他本身的这个,在这个 所谓的阴间的时候 在恶鬼道 他的形象都是不好 在地义道的形象也不好 在畜生道的形象也是不好 所以要变回他本身的原形 像天人一样的色生 这是妙色生如来本身的用意在这里 而妙色生他本身的如来 他可以把不完整的变成完整 把完整的变成非常的美妙 像天人一样 这时候清净了以后 才能够往生到活活体 他有几种作用在里面 所以他还有那个烟不能解 他有解烟 解烟了之后 把这个烟给他解掉 在地义里面 在地义里面 一般来讲像人间一样 有上手铐 上手铐 上脚铐 上手铐 这样子的成法 也是要靠这个解烟 把解烟 把它解掉 他才能够往生到更好的地方去 他为什么有这些灾难 有这些人 为什么会到地义到 到恶水到 到出生到 因为地乡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 沿途提义众生 这个举止动念 无不是业 其实都是业障 举止动念 全部都是业障 未来要解除这些业障 这个 必须要有解烟 把这个业 把它解掉 其中有七个如来 他们都是有很多的方法 能够试给所有的幽民众的 能够完全变成天色身 非常的亲近 让所有的身体 通通记住 也记住了资料 才能够往生到活活中 这个是宜家宴口 本身最重要的意义 意义在这里 刚刚你们 这个如果入三昧地的时候 应该是可以看见 那么世尊所见 是看到 妙色身如来 放七宝的光明 照向 这个幽民众的 很多的幽民众 被妙色身如来的七宝光明 照射 本来他的身体 不是非常完整 有残障 像有残障 全部都变成非常的庄严 跟天人一样的庄严 这样子 这个现象呢 就是在 这个 宜家宴口里面 被出现 那么我看到 这个妙色身如来 是在这边 所有的六道众生在前面 黑暗的 像第一 二鬼出生 三二道 然后他放七宝的光明 照到这个 三二道 三二道的众生就 跟着那个光明 就一直走 然后 他整个都变化 身体就开始慢慢变化 变为像天人生一样 可以往生到 诸天啊 可以往生到活活净土